新北市副市长刘荷兰出席新北市校园安全宣导活动 并表示新北市为了全面提升校园安全 已经请各级学校 依照教育部在今年2月6号颁布辅导管理办法 在2月底前在校务会议讨论 订定各校辅导管理办法 同时加强与司法机关的跨网络合作 审慎评估每位飞行少年需求 一定完整辅导计划 结合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学校、家庭与民间资源 帮助少年能够借由不同的场域中介辅导措施 逐步导正习偏差行为 以顺利返回学校 上个学期发生了遗憾的事件过后 我们当然市政府也责乎旁贷 我们特别由教育局主政联系了我们相关的单位 包括特别是像警察、社会跟卫生 这四个单位一定要集中权力 让校园安全做得更好 这样子让我们的学校端 跟我们的市政府可以做好一个搭配 可是在这次的检讨过程中总觉得不够 我们希望把民间的资源、司法的力量加进来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到了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我们的家长团体到了 老师团体到了 我们的校长协会也亲自到来 那孩子也在现场 我们希望说未来有三个面向 可以在我们教育部开始修辅导管教办法过后 开始陆续的推动 另外新北市校园安全防护升级在硬体面 筹策五千万元经费改善校园安全周边设施 软体面则强化校园安全防护网 包括校园安全、校外周边安全及社区治安防护 让学校与辖区警政单位有更紧密及时的合作 全方位的强化校园安全 第一个就是吸手司法 我想这一次的事件就是从飞行少年到处罚过后 从司法院从司法单位这个结束他的该负责任过后 要再重新返回学校这个过程 我们如何接住这些孩子 所以第一个吸手司法 让我们的调查官保护官跟学校可以做一个很好的链接 我想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所有结合民间的支援 因为这些孩子在司法单位在社会化这么久 马上就进到校园来 其实他的适应是非常辛苦的 还有跟同学的相处是变得不太一样的 所以他不仅是个人要适应 连同班的其他同学都要适应 所以如果有一个中介的辅导机构 对我们这些老师在接住这些孩子来讲 他会更加的顺利 教育局强调此次友善校园周扩大宣导活动 除了以要求各校医规定修订各校辅导管理办法 减轻教师管教负担压力 更重要的是希望落实少年偏差行为预防及辅导办法的精神 让警政设政司法机关等 共同维护校园安全的单位 能够无奉紧密的完备友善校园安全网 守护每一位学生的安全 记者有一个记忆新闻才能报导 记得着皆さん 新闻升聖签订�urs 只是多少答案 法千 Santos